30. 東方日報 日防圈滾名任 圈染中國威脅 2015年7月22日 兩岸A24 本部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內閣作通過新版防圈滾名任 下清白皮書 除批評中國在東海及南海的活動外 並就朝鮮核問題 遠南韓爭議倒序問題 打擊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及日美防英 作等進行探討 更聲稱日本如今安保環境嚴峻程度再提升 日方以協助東南亞國家提升國防能力 並在南海周邊推進聯合軍演以制行中國 白皮書指 中國在南海填海做到事可以看到有可能導致不測事態的危險行為 批評中方以高壓的措施應對 令國際社會擔憂 而中國進入釣魚島周邊海域情況有常態化傾向 日方對中方公務船在該島附近巡航表示關切 而且 中國開發東海遊戲田視單方面所謂 日方會持續抗議及要求停止開發 古吹解禁集體字幣 對此 中國官會指白皮書古吹解禁集體字幣 V 的抗保法探和美日同盟的必要性 並且海洋問題圈掩所謂的中國威脅 為日本謀求成為軍事大國助長聲勢 令南韓國防部作召見日本駐韓武官 強烈抗議白皮書連續十一年將日韓有爭議的獨島 日清足島 稱為日本領土 要求日方立即糾正 否則日韓未來軍事關係無從談起 復论